但是感谢主 如果没有约伯纪 我们不知道最后答案是什么 如果没有圣经 我们真正不知道 最后结局如何 为什么连续一句 你看第二集第三集 看到中间看到快结束的时候呢 你可不可以猜出结局是什么 有时候会大逆转会出现的 可是如果我们好好看圣经 你知道说什么 如果你看某些地方的话呢 的确是大魔头一直在得胜 大魔头一直在成功 大魔头就如同乌云一样 一直挡住太阳了 可是太阳在不在 太阳是永远存在的 同样也是一样 感谢神透过圣经的完结篇 启示录告诉我们 最终的胜利属于谁 属于上帝 上帝基督和所有所有信耶稣的人 最终是得着最大的荣耀 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过去百思不解的 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 就是当天使长 自甘堕落向上篡位 走火成魔的时候 为什么上帝不当时就立刻杀死魔鬼 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上帝如果当时就杀死魔鬼的话 那今天就不会怎么样 就不会罪恶犯弹了 今天就不会大虐不道了 今天不是天下太平了吗 都好 为什么上帝不当时不杀死魔鬼 我讲过 第一个上帝将计就计 要让魔鬼的苦难 叫人学习谦卑 叫人学习日光之下 一切都是有限的 第二个呢 如果上帝当时就杀死魔鬼的话 所有受造者 天使跟人 只说神怎么样 神啊 You are very powerful How powerful you are 那神的忍耐呢 那神的恩典呢 神的怜悯呢 你知道多少 你就不懂什么叫做神的忍耐 你就不懂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又有恩赐 你就不懂这些对不对 你只知道说 哎呀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其实神的属性有多少 太丰富 太完全 太奥妙 神有公义 有慈爱 有信实 有饶恕 有恩典 有怜悯 然后神有忍耐 有宽容 那边有很多很多属性 如果神当时杀死魔鬼 我们全部就一个答案 说什么 神很powerful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不会完完全全 降伏在神的面前 好像男女之间 如果一个男的把你绑架 用武力来征服你 请问你甘心 从彩的新娘吗 你甘心从彩的太太吗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宁愿死也不愿意 跟他同床同睡吧 对不对 就不这样子 你找机会就要上吊 就要跳楼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是被他绑架的 被他武力的 对不对 所以男女之间 如果要有情 有爱的话呢 都需要怎么样 要你情我愿 要经过谈恋爱 只有人才需要 怎么样 透过恋爱当中 慢慢产生爱的 你说生物之间 很多动物之间 禽兽之间 生物之间 需不需要谈情说爱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人非常非常奇妙 所以同样的原则也是一样 神人之间 神不勉强人 神叫人心甘情愿的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神赐给人类自由意志 因为自由意志是神自己的属性 神尊重他自己的属性 所以他必须要尊重人 神必须要尊重你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意志是 他自己的自由性 所以他尊重你 能尊重他自己 他不能违反他自己的自由性 所以神就 在日光之下 在神悔的斗智斗法之间呢 让人做一个选择 人啊人啊 到底谁才有资格 做神 到底你要选择敬拜谁 魔鬼呢 想敬拜好说 人要敬拜我 魔鬼跟神挑战说 神啊 人之所以敬拜你 约伯之所以敬拜赞美你 是因为你 用渣男保护约伯 所以约伯敬拜你 那魔鬼跟 魔鬼上帝挑战了 结果呢 上帝就说不是这样的 约伯敬拜我是因为谁 是因为我是神 他才敬拜我 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 你知道吗 我个人信耶稣的原因 绝对没有任何功利色彩 没有任何经济目的的 我个人信耶稣的原因 完全知道说 耶稣是创造者 我是受造物 所以物归原主 理所当然 信耶稣是让子回家 不是因为耶稣听我祷告 我耶稣伺服我 我才信耶稣 从过去直到如今 我都没有家里的目的 我信耶稣完全是什么 因祂是神 因祂是创造者 我信祂理所当然 所以约伯呢 他最后也是明白这样的真理 他信耶稣 拜耶稣 他敬拜歌颂上帝的原因 不是因为上帝赐福我 那么多 不是因为上帝赐福我 而是因为上帝是上帝 所以我敬拜他 可是魔鬼 他不服这个 他说上帝啊 如果你把约伯所受的福分 所得的产业 还有而你全部给拿去的话呢 约伯一定弃掉你 请问约伯弃掉神了吗 没有 第一章没有弃掉 第二章约伯还是不以口犯罪 完全没有弃掉神 你看当魔鬼斗不过上帝 结果从第三章到第四二章 还有出现魔鬼吗 就不出现了 魔鬼就自甘 是吧 讨厌 就是羞愧 就自甘 羞愧 就若慌而逃了 为什么呢 他知道 约伯是一个独特的人 同样的 今天上帝希望说 在魔鬼的面前 像魔鬼 这么一件事情说 我们世人敬拜他 不是因为我们 蒙恩得福才敬拜他 而是因为我们 知道他是神 而敬拜他 懂吗 好感谢神 透过 完结篇 告诉我们 世界的各民 各族 各方 各国 最后选择 敬拜谁 敬拜神 没有选择 敬拜大魔头 来看一下启示录 好奇妙 好奇妙 弟兄姐妹 我们先看 启示录第七章 启示录第七章 看一下 第七章第九节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人 没有人 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 高阳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 中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 归于 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上帝 也归于 高阳 众天使 都站在宝座 和正长老 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 要叫面 面 面 面伏于地 敬拜上帝 说 阿们 圣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 都会与我们的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 你看 所有受造物 都面伏于地 面伏于地 大家晓得 我们人的本体 是什么 是尘土 是土地的尘土 所以 上帝 为什么用你土造人呢 上帝要向大魔头 宣告一件事实 大魔头 大魔头 我当初让你 全身佩戴宝石 宝石是不是灰尘造的 全身佩戴宝石 好 我今天要透过 尘土造的人 来战胜 有宝石成分的魔头 结果最后呢 人有没有得胜 人真正得胜了 哈利路亚 赐生命和圣灵的律 透过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 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的律了 哈利路亚 基督吞灭了 长死权的魔鬼 我们基督徒呢 也一样的可以怎么样 败坏那撒旦的一切的作为 所以透过我们这些尘土的人呢 神已经向大魔头宣告一件事情 说人信我 因为我是神 因为我是神 人信我 不是因为我武力来征服神 懂不懂 不是我武力来征服神 如果上帝当时就毁掉魔鬼的话呢 那是什么 武力来征服 人最后信我赞美我 信靠我顺服我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的 我的爱 我的爱让世人相扶 所以我的大慈爱让世人受感动 是因为 我让我的独生爱子这位全能真神的道神肉身来到世上成了被杀的羔羊看一下第五章 第五章是一个大荣耀的大敬拜 第五章 第五章到这看一下就是 第六节说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 有羔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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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 被杀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 买到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 所以我们最后 各民各国各方各族人 选择敬拜谁 选择敬拜上帝